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这一次呢我们是要接着上一次的结果继续讲 上一次呢我们成功的制作出了一整套的神经系统 有三个神经层 一个输入层 一个输入层 一个输出层 还有中间的一个隐藏层 那这一次呢 为了使我们更直观的了解到 这个神经网络它是什么优化 怎么优化结果的 我们就需要把它变成可视化出来 把它的结果怎么变得 这个过程可视化 那么我们就回到上一次的例子 首先呢我们要 Input 这个模块是作为 Python当中一个输出结果可视化的一个模块 叫做 matplotlib 然后你可以自己先下载这个模块 .pyplot as plt 就是它的一个简称 然后呢 我们在 这边 我们在这边干嘛呢 我们在这边加上一个 figure 等于 plt.figure 这就是先生成一个图片框 然后呢 再次加一个 axis 等于figure 因为我们想做一个 连续性的plot 连续性的 画图 那我们就是要用到axis in.add subfig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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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它的编号 然后呢 我们就先把那个 Rail Data 就是真实的数据 先Plot上来 就是ax. 我们用这种点的形式 把它Plot上来 我们用这种点的形式把它Plot上来 XDeltaYDelta OK Plus了以后呢 我们就先尝试先打印 看它能不能输出 我们看它到底输出什么呢 你看 这个就是它输出的一个数据 我们所做的一个 X跟Y的数据 那Y呢 就是它的一个是X的二次函数 然后这一个曲线在哪里 这边 Y等于X的平方减0.5加上Noise 那就是这一个一元二次函数了 OK 那我们先不管这个 先不管这个 然后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显示出它的真实数据 那我们现在就要做的是 显示出它的预测数据 我们先把这个屏蔽掉 每50步显示一下 那真的OK 那我们就呃 先 先要输出Prediction的一个 Prediction Value 这个Value呢 我们现在我们就是从 呃 Session Dot Rung Rung什么呢 Rung Prediction呢 我们把Prediction Rung一遍 Rung一遍 然后我们还要你还 如果还记得的话 Prediction是跟你输入的 那个XX有关 所以我们要FitDict XX等于X Data OK 那Rung完以后呢 它就会返回一个Prediction的值 我们把这个值先存储一下 这之后呢 我们就呃 需要 Plot Lines 等于AX Dot Plot 这个呢 就是把Prediction的值呢 Plot上去 用一条 用一条 呃 曲线的形式 不是用点的形式 是用曲线的形式 Plot上去 那我们就是 Plot X Data 这是X轴的 呃 数据 然后我们再用Y轴的数据 就是Prediction Value 然后我们用一条红色的线 来代表这个 呃 Plot的数据 然后我们假设它的宽度为5 线的宽度为5 然后呢 我们要做的就是 呃 如果你想连续的Plot的话 你每次Plot出来这条线以后呢 这个Line以后呢 你就要把它呃 抹除掉 然后再Plot另外一条线 如果你没有这个抹除的这个呃 过程呢 它就会连续的Plot很多条线 然后会密密麻麻的 你都看不清它是什么 所以呢 所以呢我们要做的是呃 Axis.Lines.Remove 把它去除掉 RemoveLine的第一条 这个这个的意思呢 就是我要我要在这一个图片里面呢 那么去除掉Lines的第一个单位 第一个线段 那么Lines呢 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的第一个 那也就是它只有一个了 那就是这个 然后我在呃 Plot的图中呢 我可以暂停一下 暂停0.1秒 然后再继续 那我们想一想 我们是要先 Plot再抹除掉 还是说呃 先抹除掉那条线 然后再Plot另外一条线 会衔接的好一点呢 我我推荐用这种方式 与其说我先Plot再抹除 那我先抹除 然后再Plot 那我们就可以尝试一下Try 嗯 把这一个提上来 Try 这一个 如果它没有的话 Except Exception Pass 什么都不做 先抹除掉这条线 因为它第一次的话 第一次呃 做这个流程的话 呃 我们还没有定义这个Axis Lines 所以呢 如果你先抹除掉 第一条线的话 它可能会报错 所以我们要Try 第一次先忽略第一次的错误 然后第二次 已经生成了这个Lines以后呢 我们再抹除它 然后很紧密的衔接上 然后再继续Plot第二条线 那这就是Try的功能 那我们就直接先Plot一下 看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嗯 它好像没有在动 啊 又是这边打错了 Prodiction 是这边 因为这个秀的这个函数呢 这个功能呢 它只能是Plot一次把它Plot上去以后 把它输上去以后呢 它是把整个程序暂停了 如果你想连续的Plot呢 你就要输入 Plt.ion 这就是你可以让整个程序 Plot以后呢 它不暂停 它秀了以后呢 它不暂停 它继续往下走这个组程序 那在老的Python当中呢 你可能会要用到什么 Block等于False 就是不会Block这个整个函数 就是不会终止整个函数 暂停整个函数 它会连续的Plot 但是在新版的Python3.5以后呢 你就会要用到这个功能 就与其用那个BlockFalse 你就要用到这个功能来代替 那我们再来 你看它慢慢的生成这条曲线 慢慢的纠正它的误差 就是它最后生成了一条曲线 我们如果再重新看一遍呢 看清楚结果 你看它在慢慢纠正它的曲线 虽然说它不能完美的做出这个曲线 但是呢 机器学习它学习的是什么呢 它学习的是一个大概的过程 我大概能预测到真实的结果 那就OK了 如果我能尽量的预测真实结果 能够完全符合结果的话 那是很少的状态 所以呢 机器学习它还是会有一定的误差 但是这个误差你可以让它不断的减小 这就是所谓的机器学习 那好 这就是今天的所要讲的内容 我会把这个代码呢 附在那个评论里面 然后如果你有时间 你也可以download这个代码 然后进行自己的一个琢磨啊 学习啊 然后呢 最主要的还是谢谢大家 能够有时间来观看我的这个教学视频 如果你对Python 或者是TensorFlow机器学习感兴趣呢 欢迎继续订阅我的视频 我会推出更多有关Python和TensorFlow 还有另外的一些教程 谢谢大家